最近有市民向我们反映在南京市路河区化工园里 有多家电镀厂没有还评的手续 每天夜里都是偷偷的生产 9月26号的晚上记者赶到了现场 然而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电镀企业的员工竟然和记者玩起了躲猫猫 看到这段画面 大家很可能会以为是小偷潜入厂房行窃 被发现后四处躲藏 其实这是记者在采访一家电镀企业违规生产时碰到的情况 这四处躲藏的男子就是该企业的员工 事情发生在9月26号晚上11点钟 当记者来到六合化工园时 这几家没有还评手续的企业生产正忙 在一家亮灯的厂房内 几名工人正在把钢条放入酸洗池 老板在不在 你们都是晚上要上班 你们要上班上到几点 看到记者在拍摄电镀厂的负责人 赶忙让工人把工厂的大门关闭 并把厂房内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 工人们则是四散躲藏 于是就出现了片头的那一幕 而与这家电镀厂相邻的一家企业 看到我们的记者前来拍摄 赶忙把厂子里的员工遣散 只留下一人看着正在运转的机器 你们都是喜欢上班 不 白天上班吗 白天上班 这几个后天是要走的 不 人家都关门了 你还在这边开到 都这关了 我不会关机子 啊 我不会关机子 那你怎么开机子 你不是就你一个人在这边吗 我看他们原来只有空的关键就行了 不过也有不心慌的 与前两家违规企业的手忙脚乱相比 下面这家企业的员工们明显是见惯了大风大浪 面对记者的拍摄丝毫不见慌乱 所有人都坚守着工作岗位 你们是要去什么去 哇 就刷一下吧 就这样 你们都住机厂吗 没错 啊 电镀厂啊 那里 那里 是电镀厂 但是这样没什么电镀 你们那边不是环屏现在还没有过吗 哎呀 这个也是 环屏没过也是 据我们了解 这个园区内共有电镀企业十几家 这些企业都是因为环屏没有通过验收 而被禁止生产的 随后记者向六合区环保局进行了举报 而就在我们等待环保执法人员的过程中 这些定度厂里的工人们开始陆续的离开了厂区 等到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时 整个厂区内已经变成黑压压的一片 没有了一点灯光 单个的企业 它现在环屏都还没有 对对是没有 就是不能生产 肯定不能生产 这位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六合化工员里面的电镀企业偷偷生产的情况 他们都知道 也曾多次查处 但是这些企业依然是我行我素 继续生产 针对这种情况 环保部门也想了很多办法 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目前他们正在计划 联合多部门共同执法 彻底解决表面处理中心内电镀企业 违规生产的问题 想办法就是说 准备就是搞一个多部门的联合制法 就是彻底的把这个解决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也准备采取这个 对这个园区采取这个断水断电 这样的一个措施 就是彻底的让他们就是无法生产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